好 继续带你看到台东百年老庙顺天宫 有一顶民国四十年打造的神教 至今已经有七十一年的历史了 当初是由信徒集资四千元打造 然而今年累月之下呢 神教顶棚叫声多处老旧毁损 那么台东县的文化处就预计 会在明年是以一百二十万元来修复神教 保存这顶台东最老的第一神教 带着镜头逐一检视神教的外观 顶棚剥落 叫声雕木遭重铸 甚至还有部分木材脱落 处处可见岁月洗礼的痕迹 而这顶正是台东现存最老的神教 就保存在台东顺天宫 民国四十年间由信众集资打造而成 墙上挂着的木片就是当时信众的捐款记录 而出自木雕议师李松林之首的老神教 如今走过七十一个年头 为了保存修复珍贵的公庙文化资产 庙方向台东县文化处提报计划获准 毕竟明年赤资一百二十万重修 因为他的工法非常的细腻 他当时差不多在百二万岁 其实历史长不长并不是文物重不重要一个判断依据 他应该也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文物本身 找到自己的认同 顺天宫第一神教由多种木材组成 纯手工雕刻 人物表情细腻 见证了台湾早期庙语雕刻之美 为了避免搬运造成损坏 将采原地修复 并用专家兼用科学及复古的工法进行原貌修复 继续下来会台东市报道